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青塘高原腹地 海拔4600米的阿延喀拉山脉北路 这种潜力场寒潮 让大雪重新覆盖了这里的草地 此时此刻 我就行走在一处山面环山的山凹里 而这样的地形往往也是一条河流的源头 而我们此行的目的 便是要找到这条河流的源头 那么 你知道吗 是怎样的河流 如此吸引过我们的目光呢 没错 它 就是黄河 而在黄河原石碑的附近 我们发现了很多年前 由科考队在这里设立下的 永久地理标志物 它所代表的意义 就是我身后雪堆下 一个隐蔽的泉眼 被科学家们认为是黄河的起点 很难想象 从这里涌出的泉水 会在远方变成另一种颜色 然后冲出峡谷 孕育平原 直到流向大海 以母亲河的形象 流淌在我们的魂名里 但如此渺小的泉眼 仅凭自己的力量 显然无法孕育出 这条滔天大河 那么 黄河之水 究竟来自哪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真正地 升入青藏高原 这里是著名的查卡盐湖 放眼四周 到处都覆盖着白色的盐类物质 只有表层 还有浅浅的湖水 当角度和阳光合适的时候 整个天空 像是溶进了水里 成为一片梦幻的天空之境 但你可能无法想象 查卡盐湖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一个濒临死亡的古老湖泊 它的消亡 与黄河密切相关 在大约三百万年前 这个古湖的湖面 比现在高出一百多米 面积超过七千平方千米 相当于如今 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的1.5倍 科学家们称它为古贡河湖 其最大深度可超过三百米 但是它的湖水在今天 几乎完全消失 巨量的湖水究竟去了哪里 这里是青海省龙阳峡水湖下游不远处 黄河北岸的一处山头 海拔约为两千八百五十 但你肯定无法想象 在数十万年前 周围这一大片的山顶 都曾经是古贡河湖的湖底 而在我身后 便是深度可以超过四百米的 黄河上游第一峡 龙阳峡 正是因为它的诞生 让这个水深 一度超过三百米的古贡河湖 逐渐走向了消亡 数十万年前 这条峡谷还并不存在 两岸的山体曾彼此相连 蓝续住体量巨大的古贡河湖 直到距今十五万年前 或更早的某个时候 古黄河的源头在这里切开山脉 使湖水倾泻而下 就这样 古老的贡河湖逐渐萎萧往 化身黄河的波涛 昔日的古湖 今天只在极为低洼的地方 残留下包括查卡岩湖 更改海在内的几个小型湖泊 但在黄河的整个成长史里 像共和古湖一样消亡的大湖 还有很多 它们分布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核桃及关中一带 像是洒落了一地的珍珠 而黄河则把它们 一一贯通 串成一条5464公里长的超级项链 今天 黄河贯穿湖泊的过程仍在进行 在青海省马多县的扎陵湖和鄂陵湖一带 一共分布着大小湖泊 共计四千多个 曾经也同属于一个超级古湖 但与古共和湖不同的是 它化身黄河之水的故事 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这片大湖化身黄河的过程 至今仍通过它遗留的扎陵湖和鄂陵湖 继续进行着 当黄河流进扎陵湖时 年进流量不足三亿地方 但是 当它从我身后流出恶陵湖时 年均进流量增加至7.5亿地方 足足增加了1.5倍 这说明 这片大湖对于黄河的贡献非常重要 但是黄河园区现存的湖泊已经大大缩小 仅靠湖水外泄 无法稳定维系黄河的存在 这说明一定还有更多的水源会如黄河 它们都在哪里 我们需要从行星尺度的视角寻找答案 今天 扎陵湖 鄂陵湖所在的区域 被巍峨群山包围 形成了一个面积巨大的超级洼地 我们称它为马多盆地 而在整个黄河园区 还有更多类似的大型盆地 它们如同一个个面向天空的聚水盆 承接降雨 收纳冰雪 汇聚溶水 海洋旗无法估量的水量 是黄河上游最为重要 也最为稳定的水源比较 你好 小迪 我在 打开座椅加热 好的 帮你打开主架座椅加热了 现在我们正行驶在阿尼马青山脉深处 这会儿窗外正下了大雪 而在浓厚的雪雾背后 便是黄河园区的最高山峰 海拔6282米的马青港日雪山 在中年寒冷的山顶 积雪久久不化 压实为冰川 在黄河园区各个聚水盆的边缘地带 蜿蜒流淌 它们的溶水最终都汇入了黄河 但是包括阿尼马青山脉所有冰川在内 整个黄河园区的冰川总数 也不超过100条 总面积仅为105平方千米左右 仅相当于16个西湖的大小 可见黄河园区的冰川规模很小 冰川溶水的水量远远不能维系黄河的水量 我们还要继续出发 去聚水盆的内部探寻更多的水源 这里是四川省洪园县 把窃镇附近的大草地 是红军当年长征时路过了大草地的一部分 远远看去 这里牛羊成群草丛肥沃 似乎宁静而又美丽 但小心哦 我脚下的草地可并不是坚实的地面 而是这种富含水分深不见底的植物残骸 人在走过的时候 脚非常容易就陷进去了 甚至在有些地方 整个人都会被直接吞噬 这便是在洪园和入尔盖地区 非常常见的大沼泽地 这些沼泽地蕴含着丰富的水源 在数万年前 洪园和入尔盖地区 曾经是一个巨大的谷湖 人称古唐克湖 当黄河溯源至此后 湖水渐渐被排干 只在这样的低洼地带 残留了巨量的水体 由于这里的海拔只有3000多米 银浆水量可达到750毫米 是典型的高原季风气候 足以维持巨量植被的生长 于是一代代的植物 在这些低洼地带生长死亡 形成了巨量的黑色斧植质 产生了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7米的沼泽地 从这些沼泽流出的水 最终都汇入了黄河 提供了黄河全线浸流量 约40%的水量 于是 这些沼泽地 成为了黄河园区最重要的水源地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有形水源 在青藏高原深处 还隐藏着一些神奇而隐蔽的水源 那就是洞土 由于黄河园区的海拔很高 中年寒冷 很多地表水渗入地下 将土壤和泥沙冻结在一起 转变为坚硬的地下洞土 它们隐藏在地下一两米深的地方 总厚度可达数十米 在黄河园区 永久洞土的面积超过五万平方千米 而季节性洞土总面积可达八万平方千米 是黄河重要的隐蔽水源之一 当洞土表层逐渐融化时 会引起局部地面沉降 变成一片片水洼 这便是热熔湖 分布广泛的热熔湖 是洞土地带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在扎林湖西岸 无数这样的热熔湖 在阳光的照射下 熠熠生辉 如繁星般璀璨 于是人们给他们起了个浪漫的名字 星宿海 而他们的湖水 也以地下水等方式 缓缓渗流进黄河 成为黄河最隐蔽的一种水源 一条大河的诞生何起之难 竟需要数百万年的时光 需要如此广阔的天地 处处竭尽全力 贡献自己的力量 它并非来自哪一座高山 也不是来自哪一个湖泊 而是来自于高原之上的雨雪纷飞 来自于这片神奇的冰封大地 它以各种有形的湖泊 河流与沼泽 还有无形的洞土 与地下水一起 为黄河赋予超过一半的水量 但是即便如青藏高原般 古老而雄伟的存在 今天却也面临着 能否持续滋养黄河的危机 在全球变暖的时代背景下 青藏高原变暖的速率 是中国其他地区的三到四倍 而黄河有超过一半的水量 都来自青藏高原 因此气候剧烈变化 造成了高原环境快速变迁 例如冰川消融 冻土退化 沼泽退化 土地沙漠化 植被扩张等等 都会显著地影响黄河的水量 并且最终 影响到黄河沿线数亿人的 生产生活用水 显然 保护黄河园区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虽然它无比遥远 但它最需要的 正是无数华夏儿女们 齐心协力地共同守护 它最需要的是 我们做出范围更广 更彻底地改变 例如通过发展低碳 绿色 环保的科技手段 形成更加可持续的 生产生活方式 让剧烈的全球变暖 可以减缓甚至逆转 让黄河园区脆弱的生态环境 得到保护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从源头更好地守护黄河 而那些描写过黄河的千古诗篇 才能继续在大地上流传与隐唱 白日一山静 黄河入海游 黄河眼上白云间 一片乌城万任山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